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絲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清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零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一種療劑 今次介紹這個療劑是叫做炭酸 炭酸 Carbolic acid phenol carbolic acid 炭酸 這個炭酸早然是用一種消毒藥水 很多時候是處理那些 在做手術的時候 做一種消毒藥水 但當然 這個本身是有毒性的 所以很多時候病人和手術醫生 都出現了一些症狀 在同類療法 這個療劑的主要應用 就是 處理一些 敏感 憂黑 我叫做 anaphylactic shock 是敏感 嚴重的敏感 憂黑 譬如被黃蜂針傷之後 臉和眼睛都腫了 通常我們會用黃蜂療劑 apis 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試過黃蜂療劑都不行 你就可以考慮用這個療劑 Carbolic acid 就是碳酸的 除了Carbolic acid 在這種情況下 還有一個同類療法的療劑 叫做Histaminum Histaminum 是一個鹽酸的組織胺 Histamin 可以這樣說 Antihistamin 是抗組織胺 一種常用的西藥 但同類療法 都有一種療劑 叫做Histaminum 都是可以處理 因為被黃蜂針傷 出現敏感的反應 或者除了黃蜂針傷的敏感反應 我都可以用在一些 化學物質引起的反應 好了 Carbolic acid 這個病人 通常都有看到一些 有些特別的症狀 例如包括 那個人是極度疲累的 我會叫做plustration 即是全部崩潰了 當然 在這個敏感 那個anaphylactic shop 那個休克 當然又會出現 嚴重的疲累 亦都可以用在一些 嚴重的惡性的 敗血的症狀 例如皮膚有些濃瘡 流濃、流血 這些導致很臭 惡性的敗血狀態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痛 那些痛來得很快 很強烈 還有一種消氣的現象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病者 通常那個臭覺是特別敏感的 這種情況我們可以用這個療劑 好了 在我們的過去和療法的檔案 這個療劑曾經被用在一些 嚴重的肺炎 嚴重的肺炎 有時候用過其他療劑不行 結果就試過用這個療劑 是那些底部的雙重的肺炎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那個胃 那個直到消化不良 非常之非常之痛 很嚴重的痛 那種這樣的消化不良 可能出現發酵 很多氣體 脹氣 是很痛很痛的 這種在炭酸液過去 都成功處理過這種情況 還有一種就是喉嚨 喉嚨是輕熱 由喉口直直到胃 都是很灼熱的 還有那個分泌是很腐臭 我們很多時候在白喉裡面 出現這些很腐臭的氣體 還有嘔吐 這個炭酸 都是可以形容在這方面 OK 還有在便秘 嚴重的便秘 加上是很惡臭的口氣 你記住 是腐爛惡臭的身體狀況 可以考慮這個炭酸的療劑 OK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嗎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